话说当日,屠山一霸公月初出街收租 第一单遇上前程来访的后场村小鹅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小鹅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夸夸轻债生涯 听说我们今天的采访是要交租金的 不是听说,是必须的 腾讯人来了,那租金得多交一点 我们也准备了一张欢唱券给到你 给你一张萌萌的百里鸟的欢唱体验券 啥意思?租金就是我唱歌 让你体验一下萌萌的 一会儿,我们准备了一个倒计来让你唱歌 哎呦我天,哎呦,这啥 给我变了个声更猛了是吧 我花了时间在开网 我还还还 我真的会泄 怎么着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歌单是很丰富的 我好喜欢你 爱你 爱你 谈作小鹅的夜去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浅浅的微笑就像 五美自家 我真服了 你们这本末导致了 这租金应该是你交给我的 而不是我要给你唱一首歌 我们的租金是帮你日常的百里鸟做了一个升级版 不行 怎么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 纯纯属于少了 我服了 唱一首 这公东西这更搞笑了 这我都不好意思唱了 没事的 特别羞耻 收租的是你给我交东西对吧 你得给我交一点 给我发微博吧 发十条 夸我的 我今天就给你大胆激情开麦行不行 行 好好好唱什么歌 你点吧 Ready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 还在会为你给过的温柔 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好尴尬 尴尬是我了 再上了再上了 我上轻轻的尝一口 我下轻轻的尝一口 你会给你大胆激情开麦来